太陽花學運今天進入第15天 半個月了 但是在330上凱道之後呢 不但立法院的學生人數減低了不少 現在也出現了一些的雜音 他們沒有正當性啊 布滿國會被占領半個月 男子到立法院外頭向學生嗆聲 改太陽花學運的聲浪逐漸升高 現在也傳出學運內部有雜音 以並作方式完全與民主合併被盜而馳 剛從學運組織退出的台大政治系畢業生梁辰 撰文痛批現場糾察退 而且話說得很重 抨擊學運組織內部根本有一套階級制度 許多成員甘願成為金字塔階層中的小螺絲丁 一個星期前才傳出 網路上有團體要號召50人向學運領袖逼宮 現在更有人向林飛凡還有陳維廷喊話 請你們出來睡 參與學運的綠黨黨員吳明軒 在投書中強調擔心學運領導階層 會失去佔領立法院的初衷 還寫道不是各自握著無線電就擁有權力 睡在有冷氣地毯上的人 是根本完全不可能了解所謂的街頭生態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對抗的方式 然後我們自己的人也會越來越堅定 然後如果我們有被分化 那也是我們自己的體制不夠堅強 越來越多聲稱曾經參與學運的前成員跳出來放炮 揭開熱血學運的另一面 算不算是太陽花內訌如上檯面 就也考驗目前學運領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 記者 宋國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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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